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他们设定的力法却是被神认可 我们应该怎样去理解呢 由华牧师回答这条问题之前 先是借着一条精华短片 重温和解释辛苦是由珠母产生 然后再讲解神是以三个cube的方式 驻造个人 国际 和圣制的珠母 巴黎的海船们不单只是形成三个cube 即是三个四方体 并且体积一个比另一个大一倍 即是6、60和600变为666 曾在人类历史结束的时候 让我们理解会有三个cube 就好像是三个海船门 三个弧道 而约柜其实也是与大相关 直到地球上埋线量度出来的距离 就是弧道 2012海里弧道所形成的甲角 就是33.33度 除此之外 三个cube也是一个比一个更加接近现代 香港和巴黎的海船门当中 最大的一个也是最新建成 当中的关系 让我们了解到个人 国际 以及是圣制三个不同的层面 例如 以色列有三组哲棋 第一组哲棋 在摩西出埃及的时候设立 是第一个cube 当中最神圣的地方 就是智圣所 也是一个cube 第一组哲棋 是属于个人 是摩西攀布的七个哲棋 每年抹饼的时候 就是纪念摩西 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并且将这个故事 告诉他的子女听 成为一个活剧 第二个层次 就是马他提亚建立的 另一组礼仪 电水礼 点灯节 和修电节 但是这些节旗 能够被设立 必定是涉及一些 被神掌管的外邦人 他们就是四手中的头三兽 先是第一兽 要占领耶路斯兰 然后 就好像是有预谋地被打败 让圣殿变成供奉宗斯的地方 最后 由马他提亚 在正确的时间打败他们 所以 第二组哲棋 第二个cube 就是收电节 九盏灯台的地方 让我们知道 神是国际的神 第三个cube 就是圣祭 包括历史上所有的神话 和荷老师等等的记忆欧 圣诞节和复活节 就是由Gregory 按照着星的运行写成 所以是圣祭 因此 神是个人 国际和圣祭的神 然而 神父就是要完成第三个cube 就是启示录所提及 1728所代表的新耶路撒冷 于种亦感言部分 又说牧师在早前的主日信息 曾经提及世上 每五个人 最多就有一个是神功智能 GI 当在主日分享之后 就出现Alba Go 假扮真人 打败60个顶级骑士的印证 这段新闻 正是信息所提及的神功智能 GI 假扮人类 隐藏在人类历史 而另一个新闻 就是Paul McCartley 控告Sony 侵权的事件 从世界环绕 主日信息转动 成为印证 就可以知道 日华牧师的分析 是准确无误 这些神功智能的出现 是为了成为我们的主母 塑造我们 当我们面对坏人的时候 我们可以选择遥书 使他们为反面教育 去训练我们 最终使我们成为辛苦 但是同时间 也都可以选择学习他 产生仇恨 成为另一个坏人 最终成为另一个主母 而这些主母 可以是人为 也都可以是神的作为 因为有一些见证 甚至是人撕写给路边的黑衣之后 才发现他原来是天使 这个就是神为的例子 在主剑坊 摆放了坊间的蓝牙耳机 同样也都成为主母 用来对比蓝牙石岸剑 让我们知道 坊间过千元的蓝牙 也都不及成本 42元的蓝牙石岸剑耳机体 正是因为音乐界的缺乏和需要 成为了主母 让我们制造出石岸剑 同样 医学界的缺乏和需要 也都成为主母 让我们分享商量水讯息 今个星期 日华牧师将会继续以达文方式 分享迅速星图信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